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罗在这里为自己辩护 反驳别人指控他在传福音的事上受到操纵 也有其他动机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人指的动机为何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保罗的动机绝不是想赚钱或赢的人心 保罗回应这些指控时 宣告自己是直接从耶稣那里领受了福音 这个领受的过程没有任何中间人 所以没有人能败坏耶稣给他的信息 那么保罗讲这话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 重点是 如果你胆敢批评保罗所传的福音 你就是在批评耶稣基督本身 此处经文对保罗信主的过程有三个层面的记载 值得我们仔细分析和解释 第一 在保罗出生以前 编者这里有一个注 那就是原文的一章十五节有两种翻译 一种是在出生以前 另一种是从母父里 作者所使用的英文译本 乃是采用前者 好 神已将他分别出来 一章十五节 在他出生以前 保罗心中想的是 远在他出生以前 记载 万古已先 神已经决定大树的扫罗会信主 神已经决定大树的扫罗会信主 这就是预定论 即上帝预先决定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些人痛恨这个概念 但对保罗而言 这个教义使他坚信一切已发生的事情 都是来自于神本身 而非来自于这个使徒的决定 如同某位无名的圣诗作者所写下的歌词 我寻求主 但后来我才知 那感动我心寻求主的 是一直寻找我的主 第二 虽然神在万古已先 已经决定拯救使徒保罗 但这个拯救是借着呼召而领导的 那是从人的经验来看 神施恩呼召保罗 一章十五节 这是一个有效的呼召 并能招来所呼召的对象 保罗后来阐明的公式也说明这点 欲先所定下的人 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罗马书八章三十节 保罗一路追寻上帝 在他身上亲手动工的痕迹 从万古已先 一直寻到他的心 同意神的邀请 而来相信 耶稣基督的那一刻 在这过程中的每一件事 都是上帝的作为 第三 保罗接下来写的句子很奇妙 他描述神如何向我 启示他的儿子 一章十六节 这是现代中文译本 圣经的译者 对这句话有许多看法 有些将此处的介细词 翻译成 神借着我 启示他儿子 有些则翻译成 神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保罗在这里不只是说 神现在要使用他作为器皿 借着他来向别人彰显基督 这是翻译成 神借着保罗启示他儿子 所要指出的意思 保罗在这里 乃是再次强调 自己曾看过基督的这个事实 他所指的 就是往大马士革图中的经验 从使徒行传 对保罗信主过程的记载中 我们知道 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 使徒行传九章五节 保罗在之后 也曾问哥林多人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 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 但是保罗的意思不止于此 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的确见过耶稣一面 但他要说的是 他对耶稣的认识 无限于这一面之缘 他对耶稣的认识 足以让他深信基督是主 他已经用信心的眼睛 看见基督 并且以敬拜作为回应 这个相信一神论的犹太人 已经屈膝敬拜耶稣了 这段经文所要呈现的 就是保罗为自己所传的道 做出的辩护和论证 而这个论证 是依着下列的思路进行的 第一 如果要拣选人 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保罗是最不可能的人选 第二 他之所以会信主 完全是神行使他的主权 所成就的工作 第三 无论是他信主的那一刻 或是他信主后的头三年时间 他都不在耶路撒冷 如果保罗这段时间 不在耶路撒冷 他人在哪里呢 答案是阿拉伯 但保罗所说的阿拉伯 到底在哪儿 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使徒行传》完全没提到 保罗去过阿拉伯 这让保罗在阿拉伯的行踪 更加扑朔迷离 有人坚持这里的阿拉伯 指的就是阿拉伯半岛地区 也许就是指西奈山 他们也说保罗视自己 为另一位摩西 这其中也有一位作者 坚称保罗视自己 为另一位伊利亚 虽然这个说法 很难和西奈山做出连结 以上的说法看起来 都不可能是事实 要解答这个问题 比较好的方式 是注意 格林多后书 十一章 三十二到三十三节的记载 保罗在这几节经文提到 在大马士革 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 在追捕他 这件事想必是发生在保罗 从阿拉伯回来以后 保罗回忆这段经历时 说自己呆在框子里 有人从城墙上将他垂下去 他才得以逃离那城 这样看来 保罗口中的阿拉伯 就是亚里达王统治的地区 尼拜约王国 The Natabean Kingdom 这个古老的中东王国 坐落于现在的约旦 首都位在佩特拉城 Petra 定于西元前四世纪末建国 到了西元前八十五年时 这国已经控制了红海北岸 大马士革和黎巴嫩 罗马将军庞贝 在西元前六十三年 征服地中海东部 沿岸诸国及岛屿之后 尼拜约就成了罗马的盟国 那罗马皇帝 图拉真Tragen 于西元一百零六年 并吞尼拜约 从此 尼拜约就成了 罗马帝国的阿拉伯省 确认保罗口中的阿拉伯 位于何处相当困难 同样的 要弄清楚保罗这三年 在阿拉伯做些什么 也不是容易的事 虽然我们没必要认为 保罗这三年都待在阿拉伯 有人认为 他这段时间都在钻研圣经旧约 用他对圣经的理解 来构思自己的神学信念 我们不禁认为 保罗在开始一生的教导 和传道事工之前 花这段时间来默想和研读 是必要的 他在这段时间所做的事 跟现代的神学院教育很像 保罗需要这段 在学校放个引号 需要这段在学校的装备期 但是有人用种种琐碎的理由 反对这种看法 这些人必须好好思考一件事 那就是 耶稣十到快三十岁的时候 才开始他的公开事工 在这之前 他也花了多年的时间 独自思考并热切研读 有关神的事 不过 就保罗明显造成 尼拜约人不快的这件事来看 保罗似乎也曾在 尼拜约王国传道 而他的教导干扰了当地人 他们视保罗的教导为 弥赛亚犹太教 Machianic Judaism 的旁门左道 我们很难想象保罗 到哪个地方 是不传福音的 尼拜约 是保罗早期学习宣教的训练场所 他在这里体会到 做门徒所要付上的痛苦代价 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地区里 保罗已先预长了未来的苦难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 您刚听到的内容 是牧者Derek Thomas 汤马斯的著作 Let's study Galatians 字字诸基 细读加拉太书 愿神的灵开启我们的眼睛 赐我们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谦卑地来学习 神话语背后的生意 并付诸实践 优优独播剧场上